火爆休旅車坠落邊坡 救護人員馬不停蹄 趕往現場 立刻將傷者送醫急救 要轉過來 眾人合力將人固定在單架上 小心翼翼站穩腳步 慢慢走下山 沿路還得安撫 傷者情緒 那是你什麼人上來 我媽媽 你媽媽 你今天是幾個人上來 你聽說車上有沒的 那是你什麼人 車上有什麼人 我媽媽在車上 銀色休旅車坠落 五層樓高的山谷 當時車上有五名乘客 兩個人身受重傷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另外三個人 則是受到情傷 意外就發生在 十四號下午兩點多 高雄市藤枝園區內 五名英法族的閨蜜 開行出遊準備下山 沒想到返程時 疑似因為車輛的馬力不足 導致整輛車翻落山谷 高雄藤枝園區2009年 因為莫拉克風災重創修緣 今年八月才受到豪雨影響 連外的道路也遭到破壞 民眾只能從一旁的便道 開車通行 危險性高 休旅車坠鼓意外 還有人尚未脫離陷阱 院方正在積極治療 只是車禍發生的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經營新聞 開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